定红法师,我是一个90青年,对于人生的认知充满好奇,喜欢佛法和哲学。 佛法告诉人们,六道轮回的根源是情欲,内心还是人的自私我知,让人们格物。 而自我意识的觉醒又是健康人格的必要条件。 同时人的一切行为无不是在于生命的维系、延续、发展与实现,一味地压抑自然生命本能的欲望,我想必然会导致自然物质、精神、生命的萎缩。 那么又怎能过得幸福和快乐呢? 难道格物,把人类自然本能欲望看作是卑下的情操,每日精神斗争,最终隔绝的物欲是不是就是成佛了呢? 然而物欲的满足会给人们带来幸福,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每天都在为之奋斗? 物质生活的富足同时也是精神生活的基础。 如果彻底没有的物欲,做佛是不是也没意思了呢? 期待您的回复。 这你提这个问题啊,你一定是还没有体验到格物的快乐的。 像孔子的最得意的门生,年回。 一单时一瓢饮,举漏香,生活非常的清苦啊。 但是呢,孔子特别赞叹他,说人不堪其忧,而悔也不敢其乐。 如果是别人在他那个处境,不知道多忧虑啊,可是颜回竟然不改他这种快乐的生活方式。 这么清苦的生活还快乐什么? 他就快乐。 他的乐在哪里啊? 佛法里称法喜啊。 每天践行圣贤之道,每天在向着圣贤境界迈步,不断提升自己。 慈悲、智慧不断增长。 渐渐渐于宇宙,万物融为一体。 这一种境界带给你的是啊,大的快乐。 非世俗的欲望满足,所带来的所谓快乐可以逼你的。 欲望的满足,只是刺激啊。 刺激一下,很乐一下。 刺激没有了,就不快乐了,反而更苦。 就好像人吸毒一样。 吸食的时候啊,飘飘然啊,很不错,感受感觉很好。 不吸的时候更苦。 而且是越陷越深,不能自拔。 追求世间的欲乐就是这个样子。 越追求越苦。 你比如说情欲啊,就是淫欲啊,越追求越苦。 不断地在啊,追求这种欲望。 那付出的代价太大了,最后身体高垮了。 福报响尽了,那种凄惨。 你只要去啊,这个医院里面啊,看一看这类病人啊,像肾衰竭的病人。 啊,中风的病人。 啊,这些就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啊。 啊,因为一味追求淫欲的满足。 严重伤害自己的肾经啊,那最后就是导致啊,像肾衰竭啊,中风啊,种种诸多的严重病症。 那最后呢,不得好死啊,而死了以后还得到三恶道,继续受苦。 为一时快乐的满足,后头有无穷的祸患,值得吗? 啊,所以佛把这些问题肯定看清楚了。 他把这些啊,这个所谓刺激的快乐放下了。 啊,不再寻求这种刺激了,而寻求发喜。 啊,法喜是回归自行。 得大自在。 啊, 所以真正修行, 确实就是从放下欲望, 放下自私做起。 因为欲望和自私是痛苦的根源。 我们想放下痛苦, 必须把这个因放下。 啊,等你真正放下了, 你就知道, 原来法喜啊, 更快乐。 世间这种味道啊, 跟法味比起来差, 天渊之别啊。 不可同日而语。 所以,您是这样的年轻人, 能接触到佛法。 难得。 但是要用真诚的心, 用谦卑的心, 恭敬的心, 来学习, 来践行, 你才能得到十亿。 印光大师就讲, 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, 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。 要用恭敬心去求法, 要以教奉行。 你唯有正德, 你才能体验到。 你要去修, 才去正德。 不修, 永远都是啊, 说食恕饱。 那食物啊, 你吃不到, 说一说, 不解决问题。 宿宝, 你这个宝物啊, 你给别人数, 不是自己的宝物。 所以要自己真的受用, 必须自己一教奉行。 不辜负自己啊, 素食的善根。